弟兄姊妹 大家住来平安 非常高兴今早早 能够再次在这里和大家一起 在主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主 在这个月 我想我们都知道 是我们宣导会的猜传月 整个宣导会 在加拿大的华人教会 我们会有机会一起来思想 使徒行传一章八折 是我们宣导会的核心使命 但愿神在这个月的当中 继续的保守 继续的带领 而不断的开阔我们的视野 让我们对宣教 对普世宣教 我们更加的关怀着 普世宣教福音的工作 今早早在崇拜的当中 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信息 是旷野之路 救恩之道 旷野之路 救恩之道 大家如果有圣经 好不好和我一起 揭祷去使徒行传第八章 我们要从第二十六节 一起看到第四十节 使徒行传第八章 二十六到四十节 揭祷之后由我来读 那路是旷野 肥利就起身去了 不聊有一个埃提亚伯人 是个有大权的太监 在埃提亚伯女王干大基手下总管银库 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 现在会来 在车上坐着 念先知以赛亚的书 圣灵对肥利说 你去贴近那车去 肥利就跑到太监那里 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 便问他说 你所念的你明白吗 他说 没有人指教我 我怎能明白呢 于是请肥利上车 与他同坐 他所念的那段经 说 他将羊被牵到宰杀之地 有将羊高在子毛的人手下无声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他卑微的时候 人不按公义审判他 谁能述说他的世代 因为他的生命 从地上奪去 三十四节 太监对肥利说 请问先知说者说 是指着谁 是指着自己呢 是指着别人呢 肥利就开口 从这经上起 对他传讲耶稣 二人正往前走 到了有水的地方 太监说 看啊 这里有水 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 第三十七节 肥利说 你若是一心 相信就可疑 他回答说 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于是就吩咐车站住 肥利和太监二人一同下水去了 肥利就吸他施洗 从水里上来 主的灵把肥利提了去 太监也不在见他了 就欢欢喜喜地走路 第四十节 后来有人在阿索都遇见肥利 他走遍那地方 在各城宣传福音 直到海撒里亚 我想如果我们熟悉使徒行转的话 当然会知道第八章 即是在整个使徒行转里面 一个新的段落 从第一章到第七章 我们知道路加主要描述 这个福音 如何在耶路撒冷展开 耶路撒冷的教会 如何兴起 然后从第八章 一直到第十二章 我们就看到福音的外展 到犹太传地 到撒马里亚 然后从第十三章 一直到末了第十八章 当然我想我们看到一个重点 就是福音迈向地极 其实也是使徒行转一章八章 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 传地撒马里亚 直到地极 来做我的见证 其实一章八章 就是整个使徒行转的一个大纲 第八章 是一个新的 在今早早 我想从短短的第十五十六节里面 和大家一起去思想肥利的故事 肥利的故事 肥利根这个埃提亚伯太监的一个故事 但是 在还未看这个故事之前 我们能够很快的 才是注意第八章一开始的描述 在八章一开始描述那里 究竟跟我们说些什么呢? 在那里告诉我们 这个日子起 就是史提反的殉道 从这个日子起 耶路撒冷的教会 就大大遭到迫白 遭到迫白 我们看到教会 忍着信仰的缘故 就受到迫白 就受到了迫白 如同我们上星期所说的 其实人的反对 甚至人的迫白 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我们看到二千年以前 就有类似这些事情发生 教会就大受迫白 然后就注意路加 继续如何描述 他告诉我们 除了使徒之外 门徒妹 都分散在犹太 和撒马尼亚各处 经文当中没有告诉我们 为什么使徒留在耶路撒冷 我想今天也不是我们的重点 但我想大家特别留意的 就是门徒分散 门徒分散在犹太全地和撒马尼亚 如果你直接跳到第四节 那些分散的人 他们就往各处去全道 换一句话说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些门徒可以说 就成为全道的人 他们分散以后 他们就到各处去全道 到各处去全道 我想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特别在21世纪福音的工作上面 在宣道的工作上面 这个工作已经不能只是局限起 或者我们在意识形态里面 那种传统的宣教士的身上 是的 我们还是需要这样的人 今天还有一些地方是开放的 是宣教士能够拿到宣教签证公开的全福音 但同时也有很多地方 是宣教士没有办法去的 但是衙周就有80%的人口 即是居住在宣教的时候 拿不到宣教签证的地方 但是当我们看到那些地方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虽然全道人没有办法去 但是全道的人 他能够去到那些地方 这些门徒他们四散 他们就往各处去全道 各处去全道 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体见 在圣经里面 而且在21世纪的宣教工作上面 我可不可以顺便看一下 这个分散这个名词 其实也是很特别的一个名词 在英文里面 是Diaspora Diaspora 分散或者散居的意思 如果你是了解21世纪也都会知道 其实Diaspora Ministry 散民的福音工作 或者僑民的工作 移民这个工作 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 其实我们在加拿大宣祷会 我们的华人宣祷会 其实就是一个移民的教会 你说不是吗? 我们都是来自东南亚不同的地方 有可能比较多的是从香港来的 但也都有从台湾来的 有从东南亚其他地方 包括中国大陆在内 其实我们都是移民 我们都是移民 我们来到加拿大 我们等于就是 Chinese Diaspora Chinese Diaspora 其实如果我们来看21世纪的话 我们会发现 这个所谓Diaspora Ministry 移民的福音工作 也是非常之重要的 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 是一个人口流动的时代 藉着人口的流动 我们都看到我们的宣教工厂 这个距离 也都同时缩短了 过去我们要到遥远的地方 我们只能够接触到 比如从中东来的人 我们如果要接触到中东人 我们需要去中东 我们只能够接触到他们 但因为人口的流动 因为移民的因素 不同的原因 这些人就来到加拿大 就来到我们的身边 宣教的工厂 就在我们的门前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所以我们看到两个重要的突破 是迫白所带出来的 第一个突破 就是这个传福音的工作 这个祷告处传道的工作 现在是传道的人 是门和门他们做的工作 不仅是这样 这个分散 我想亦都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理念 一个突破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到 即使今天宣教的门 就在我们的门前 因为人口的流动 当然我们 再读下去的时候 我们从第五节 开始就看到 菲利 他如何去到萨曼利亚这个城市 我们今天就没有时间 去看多几节的经文 但是我们 将我们的重点放在第26节 放在第26节到第40节 这个段落当中 我想从四个角度 很快的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 从四个不同的层面 我们在菲利 以及这个埃提云阿伯的太监的故事里面 我们能够看到什么 我想首先请大家注意 这个是福音的托付 这个是福音的托付 第26节 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菲利说 起来向南走 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到加撒的路上去 那路是旷野 后来我们就读到菲利起身去了 他就在那条路上面 他就遇见一个埃塞俄比亚 或者一个埃提亚伯的一个太监 就是当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 我们很快就对这个太监 是有所认识的 比如说我们发现 他是一个有地位的人 他是一个有权的人 我亦都相信 他应该是一个有钱的人 他是有地位 他有权 也是有钱的人 但大家有没有看到 他同时也是一个敬虔的人 他是一个虔诚的人 他一个虔诚的人 在这里告诉我们 他向耶路撒冷礼拜去 他向耶路撒冷礼拜去 第28节 他向耶路撒冷礼拜 现在是回到埃塞俄比亚的路上面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太监 是一个虔诚的人 是一个敬虔的人 是一个敬虔的人 其实如果我们回去看的话 我们会发现 他要从埃塞俄比亚 或者从埃提亚伯这个地方 要去到耶路撒冷 就需要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来回是两个月的时间 我想在这个当中 我们就看到他的敬虔 是不是呢 两个月的时间 为了要敬拜上帝 为了要去耶路撒冷 去那里敬拜上帝 也都不单单如此 我们都看到他看慕的心 当他回去的时候 他手里面拿着圣经 念的就是 旧约以赛外书第53章 这一段的经文 好可惜 今天我想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多有机会 将这些重点放在 以赛亚书第53章 在整个以赛亚书的里面 特别在以赛亚书的后半段 第40章到第66章最中间的一章 非常非常关键 预言着耶稣基督的死 他的受苦 为了我们的罪 他担当我们一切的过法 那一节的经文 那一段的经文 那一章是何等何等的宝贵 我们看到这个太监 他开武将要明白神的话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敬虔的图画 我们看到一个敬虔的图画 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他敬虔 他敬虔上帝 他敬虔 他敬虔 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是仍然不够的 肥利仍然是需要将福音传给这个太监 让他能够相信耶稣基督 肥利仍然需要将福音传给这个既是虔诚 亦是敬虔 这个渴慕上帝的人 另外我想到在圣经里面 特别在新阳里面 这个太监的故事不是唯一我们所有的例子 如果我们翻到约翰分第三章 你会记得尼哥底墓的故事 你还记得法利赛人 这个宗教领袖 这个犹太人的官 他夜间来见耶稣 耶稣如何对尼哥底墓说呢? 耶稣对他说 你必须重生 你必须重生 换句话说 你自己的信仰是不够的 你的虔诚是不够的 你的敬虔是不够的 你需要听 你需要认识 你需要接受耶稣基督 你需要重生 其实如果我们再看下去的话 到第十章 少学行传第十章的话 我们是不是见到另一个例子呢? 我们见到另一个例子 我们看到 哥利流的故事 同样的 他亦是一个敬虔的人 他敬虔上帝 如果你有机会去看那一章 每次都提到 他是敬虔上帝 他全家敬虔上帝 上上祷告 上上周祭窮人 但大家有没有注意 同样的 彼得需要去到哥利流的家 将福音传给哥利流 所以我想在这几个例子当中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想我们就看到这个福音的托付 这个福音的托付 是的 现在在我们周遭 有很多 远方很多很虔诚的人 非常敬虔的人 有非常浓厚 中够热情的人 但是 我想在这里 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福音的托付 这个地人 他们需要听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耶稣基督不是只是 众多道路当中其中一条道路 不是每一条大路都通罗马 其实我相信 我们都知道 在这个时代里面 洋福音十四章第六节 耶稣说 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不是a way, a truth, and a life 而是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这样的一个唯一的道路 唯一的真理 唯一的生命 是不断地被挑战当中的 但当我们回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太监 他是需要听到福音的 是的 他虔诚 他敬虔 他渴望 他有浓厚的宗教热情 但他仍然需要听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所以我们首先看到这个托付 就是这个托付 但是到第二方面 要注意到这几节的经文里面 而我们注意到这个故事当中 福音的一个途径 就是福音的途径 也有几个词的出现 我不知道大家刚刚读的时候 有没有注意到 我觉得特别的宝贵 特别的宝贵 我们刚刚也看到第二十六节 有主机一个使者对肥利说 起来 向南走 往那从耶路撒冷 下到加撒的路上去 那路是旷野 至于第二十七节 开始就说什么呢 肥利就起身去了 肥利就起身去了 我觉得七个弟兄姊妹 这个描述是非常宝贵 这个描述里面 我们有没有看到肥利的信服 肥利的信服 当那个使者对他说 你起来向南走的时候 肥利是二话不说的 即使这个使者没有告诉肥利知道 他去到那里会做些什么 也没有告诉他 去到那里会遇见哪个 我相信其实这个使者 你对肥利说这番说话的时候 肥利正在撒玛利亚 用我们看之前的经文的话 他正在撒玛利亚在那里服侍主 我们也看到神如何将得救的人 给了撒玛利亚教会 就在这样的辐射当中 突然间有主一个使者对他说 我要你将一切都放下 让你去到一条旷野的路上面 旷野的路上面 哎呀哎呀 不是去到一个更好的地方 更加繁华的地方 更加热闹的地方 生活水平 或者更高的地方 不是的 我要你去到一个地方 在一条旷野的路上面 我们就看到肥利的顺服 肥利的顺服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想这个永远 都是对你对我的挑战 挑战我们 效法肥利 效法肥利的顺服 当着对我们说 你起来去的时候 我们是否就起身去呢 这个让我想起我的曾曾祖父 她年轻二十一岁的时候 她就离开她自己的家乡 前往中国 哎呀相当的不容易 一百六十三天的船程 她坐船 坐了一百六十三天 其实如果你熟悉她的故事的话 你会知道其实 在她离开她自己的家乡 前往中国之前 其实她是和一位年轻的姊妹 是有交往的 一位年轻的姊妹是有交往的 另外一位姊妹的父亲跟大德生说 如果你要娶我女儿的话 一个条件 就是你要留在英国 英国有很多服侍主的地方 你在这里服侍主和在中国服侍主 不是一样吗 你为什么要去到这么远的地方 如果你愿意留在英国的话 你可以在这里牧养家会 你可以在这里传福音 你可以在这里服侍主 如果你留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留在这个地方 我女儿就嫁给你 大德生就起身去了 他就起身去了 肥利第一 我们看到她的信服 我们跳到第二十九节 圣灵对肥利说 你去贴近那车走 我想这个又是另一个很喜欢的词句 你去贴近那车走 我随便提一下 其实我们上个礼拜 也都特别提到了圣灵的工作 其实我们第一天 这个开幕的聚会 我们都提到这个圣灵的工作 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灵对肥利说 圣灵在整个宣教的历史里面 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 极其重要的角色 如果我们单单从小行转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圣灵一步一步的 带领着整个教会 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 圣灵就对肥利说 你去贴近那车走 贴近那车走 我想这个在福音的工作上 亦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学习去贴近那些 我们希望传福音的人 当然这个包括不单单 是有可能去学他们的语言 我们亦都要了解他们的文化 他们的习俗 比如我们假如今天要贴近穆斯林的话 我想这个对我们华人来说 是有可能是特别有挑战的 为什么呢? 因为穆斯林是不吃猪肉的 但如果我们要贴近他们的话 我们就要放在一些饮食上面的偏好 为了要能够更加贴近他们 更加的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 我们有一对夫妇有一个家庭 是从苏格兰来的 我心里面很感动 当我离开苏格兰的时候 神其实给他们一个负担 就是要向穆斯林传福音 向穆斯林传福音 因此当他们上了飞机之后 当我离开苏格兰之后 当他们搬到亚洲的时候 他们做出一个决定 就是在他们家里面 不能有任何猪肉的产品 不再有任何猪肉的产品 因为他们希望 如果能够邀请穆斯林来到他家里的话 如果他们家里有这些产品的话 其实穆斯林就不会来到他们家里 因为到穆斯林来说 这些食品是不洁净的 他们就愿意为这个福音的缘故 就放下了这些食物的种类 让他们能够贴近 能够贴近 他们所服侍的这个群体 所以我们看到 你可以贴近那车走 你可以贴近那车走 当然我们马上在第三十节 就看到肥利他的信服 注意在那里他如何形容呢? 肥利就跑到太监那里 就听见他在读以赛牙书 就问他 你所念的你明白吗? 跑到 听见 便问这几个名词 我想都是很重要的 在福音的工作上 然后当我们跳到第三十一节 这个大监就回答肥利说 没有人指教我 我怎样能够明白呢? 然后注意下面这句话 于是又请肥利上车 怎样呢? 就与他 上车 同座 上车 与他 同座 我想这个词真的非常宝贵 亦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点 大家是否同意呢? 上车与他同座 其实跟那个贴近非常非常类似 然后最后一句话 最后一个词在第三十五节 肥利就开口从这个经上说 对他传说耶稣 我们等一会回到这一节 但现在我想说 我们看到有七个不同的描述 七个不同的形容 我们看到 首先肥利就起身去了 第二十七节 然后接着第二十九节 先对他说 你贴近那车走 第三十节 他跑去听见 就问他 你想念的你明白吗? 第三十一节 他就上车与他同座 然后最后一句就说 最后一个描述三十五节 就从这经上起 对他传说耶稣 福音的途径 福音的途径 当然我想我们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 来看这个途径 但我可不可以就说到 我曾曾祖父戴德生的一个例子呢? 我想可能有些人一早就知道 内地会被设立的时候 大德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我们要入乡随俗 这个福音的途径 包括我们要入乡随俗 那包括什么呢? 当然要学中文 要学会用中文 要用筷子吃饭 但另外一个 我想如果你熟悉这个故事的话 会知道大德生也要穿上 当期间清朝的时候 也要穿上当时中国人所穿的衣服 他也留下了一条鞭子 就是我们家里面 一直一代一代都传下来 这个大德生的一条鞭子 一直传到我这一代 我也会将它传给我的儿子 传给我的儿子 这种入乡随俗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其实如果你回去了解这个故事的话 你就会知道大德生之所以会这样做 其实最开始是因为发生了一件事情 有时他在传福音的时候 有一个中国人 就特别对他所穿的衣服很好奇 因为他所穿的衣服后面 有两个楼 而这个中国人看这两个楼的时候 他看来看去都不知道 有什么重要性在那裡 他就问大德生 这里为什么有两个楼呢? 大德生也回答不出来 就好像今天 如果你问我 我们男士穿这套西装 这个袖里为什么有几个楼呢? 而我这一套有四个楼 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都答不出来 我都答不出来 大德生那一回答不出来 但是更加深的一件事情就是 他发现其实他的衣着 是有形无形的 就成为中国人更加留意听福音一个 不必要的拦阻 他就做出一个决定 要脱除了他那些西方人的衣服 要穿上中国人穿的衣服 甚至他染了他的头发 染了他的头发 成为黑色 虽然他被周围的宣教士取笑 但是他深信 其实这种贴近与他同座的这个道理 是非常之重要 途径 福音的途径 哎呀 我真是想求神帮助 更加的学习 如何贴近我们所服侍的群体 贴近他们 这样我们第一看到这个托夫 第二我们看到这个途径 第三我想请大家特别会到第三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福音的讯息 福音的讯息 腓利就 腓利就开口从这个经上起 对他传讲耶稣 对他传讲耶稣 短短的一句话 我想在这句话里面 我们看到好几个非常重要的词句出现 当然其实我们一开始 我已经提到第四节 说到这些分散的人 他们往各处去做什么呢 他们往各处去传道 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这个传道也好 他们宣讲也好 他们传扬也好 在第三十五节里告诉我们 他们从这个经上面 去对他传讲耶稣 这样这些词重复一些出现 一个有八个地方 在短短的四十节里面 出现了这个类似的词 类似的名词 而在第三十五节 他又从这个经上起 对他传讲耶稣 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 我想我注意到有几件的事情 当然第一件事情 我们所注意到的就是 但肥利的信息 是从圣经为基础 来传讲的 圣经为基础 他是从这经上起 传讲耶稣的 我们已经提到的 其实这一段经文 就是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 连着那个受苦的尼赛亚 他如何担当我们的罪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肥利就从这一段经文开始 从圣经为基础 来和他分享福音 和他分享福音 我想这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点 肥利有没有看到 他对圣经的熟悉 他马上就可以从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 连接到耶稣基督 其实整本九约 就要预言着耶稣基督 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我们传主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 我们其实还要将人 带回到圣经里面 带回到圣经里面 因此第一个 他以圣经为基础 第二 请大家特别留意 他以耶稣基督为核心 他从这个经上起 对他们传讲的什么呢? 不是一个教 不是一个宗教 不是一个哲学 不是一个道理 他所传的是耶稣 他所传的是耶稣 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个时代所需要听的 不是道理 不是教义 不是宗教 不是哲学等等 这个时代所需要听的 就是有关乎耶稣基督 有关乎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核心 在耶稣的身上 在耶稣的身上 但你不单单是以圣经为基础 以耶稣为核心 第三 他以福音为道向 他要带领这个 埃塞俄比亚的太监 让他能够信靠耶稣 其实刚刚看到第三十七节 其中的小字里面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也值得我们留意的 三十七节里面说些什么呢? 腓利基就说 你要一心相信就可以 他回答说 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我顺便提一下 他的核心是耶稣 我们在节里面看到 其实虽然第三十五节 没有充分的描述 但是到三十七节 我就看到 其实大概 肥利均他说的是什么呢? 包括耶稣基督 基督就是尼塞俄的意思 不单单耶稣是基督 他亦是神的儿子 他的神圣 他的神圣 你会特别告诉我们 知道相信的重要性 也会告诉我们 一心相信的重要性 但是我们在这里都看到 亲爱的兄姐妹 肥利均的目的就是 要带领他 信靠耶稣基督 所以是要以福音为道向 福音为道向 我相信从这几个角度 也都给我自己作为一个传道人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点 每一支的讲道 我心里面的讨告 是主要让我的信息是以圣经为基础 让我的信息是以耶稣为核心 让我的信息是以福音为道向 另外一个我们可以提的就是 他是针对这个埃塞俄比亚的问题 来回答 来回应他的 所以他是从这个经上起 他是从这个埃塞俄比亚的处境 从这个处境里面 来带领他认识耶稣基督 他不是答非所问的 这里不是这个太监 在这里说他的 然后肥利就跟他各说各话 不是的 那是他从太监的处境 从太监的处境 开始跟他传福音 所以我想这个信息 不单单是要以圣经为基础 不单单是要耶稣为核心 也不单单是以福音为道向 也以听众为一个处境 一个启发 一个出发点 处境为一个出发点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福音的信息 福音的信息 有托付 有途径 有信息 但最后我想肥利 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你同意吗 到第40节 我们看到 在亚索都遇见了肥利 他走遍的地方 在各城宣传福音 直到该撒尼亚 该撒尼亚 当然如果说 我们熟悉四楼行传的话 我们会知道 其实我们这里不是最后 四楼行传里面提到肥利 而是后来去到21章第8节 我们又读到肥利这个人 如果是有机会读到这一章的话 去到21章第8节的话 你就会读到 当时路加记在 保罗要回到耶路撒冷 他就经过该撒尼亚 在该撒尼亚这个地方 他就住在肥利的屋里面 就是住在肥利的家里面 你回去看这个记载 我觉得非常宝贵 肥利有一个绰号 这个绰号就是什么呢 就是全福音的肥利 全福音的肥利 听起更加多21世纪全福音的肥利 更加多21世纪的Evangelist 甚至当人介绍我的时候 我真是巴不得 不是说一大堆 我是大德生的后裔等等 而是介绍大计宗 是一个全福音的大计宗 肥利是我们的榜样 求神帮助我们 愿感动肥利的灵 能够加倍地感动我们 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托福 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途径 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信息 我们看到肥利 这个全福音的肥利 是我们的榜样 旷野之路 救恩之道 从近处到远方 有很多人正在旷野的路上 旷野是一个干渴的地方 是一个无水之地的一个地方 他们的心灵里面干渴 但愿神能够帮助我们 效法肥利 将那个活泉的水 那个永留的水 那个救恩的道 能够传给这些在旷野路上的人 旷野之路 救恩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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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恩之道